自从和珍解决掉西威亚之后 时常会在夜里做起噩梦 甚至只要有人站在其背后 就会立马应激 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那便是出家当和尚 阿库亚则是建议和珍加入他的阿克西斯教 对此和珍自然是打死也不会去的 接着缓缓道出出家原因 阿库亚见状再次向和珍种草阿克西斯教 但和珍心意已决 不管众人说啥都不好使 也在这时 一旁大叔也拱起了火 在大叔的助攻下 和珍来到前台希望小姐姐推荐一些寺庙 在得到一本指南后 临行前还不忘向小姐姐表了一波白 紧接着便踏上了出家的旅程 就在达克尼斯劝说和珍时 阿库亚断定和珍必定会半途而废 随即两人发生争吵 就在和珍再落入下风 打算使用男女平等拳时 一旁的惠惠直接嘲讽起和珍幼稚 和珍哪忍得了这个 于是当即就以身材太平给对了回去 受到一万点暴击的惠惠 当即开始蓄力起爆裂魔法 紧接看一发和爆下 这时达克尼斯希望和珍早点睡 然而这对和珍来说熬夜已经是习以为常 这引起惠惠好奇和珍 以前都是过着怎样的生活 只见和珍一本正经的 表示和战友一起攻打要塞 狩猎魔王等等 一脸认真的样子也让两人信了 时间很快到了深夜 趁着两人熟睡 惠惠向和珍透露 其实她非常喜欢现在 动不动就遇到危机的生活 这给和珍整无语了 话音刚落 惠惠就摸向了和珍 这让她误以为桃花运要来了 顿时间开始了头脑风暴 紧接着开始调整状态 打算告诉惠惠不出家了 转过头才发现原来是睡着了 就在第二天 几人赶路时偶然发现了一名受伤的少女 就在阿库亚打算上去帮忙时 只有和珍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只拟太怪物 因为自己的感应敌人的技能正在避避作响 然而此时阿库亚的爱心已经泛滥 也在这时 和珍在指南上发现对方是 名为安乐少女的植物型怪物 会让路过的人产生强烈保护欲 随着怪物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阿库亚三人再也绷不住了 当即就为怪物治疗了起来 三人也是上头的不行 和珍见状也不得不打算解决掉少女 然而三人却不乐意了 怎料少女这时开始说起了话 并再次摆出一副可怜的样子 此时的和珍再也招架不住 阿库亚也趁机开始洗脑 少女也在这时卖起了惨 表示如果有来生自己 一定不会再当怪物 最终于心不忍的和珍 还是放过了少女 然而突然间 和珍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便是劝说少女看到有人也别招手 自己出家后还能每天 顺道带些养分的东西给她 然而爆笑的事情却发生了 在解决掉少女之后 和珍顺带捡来了尸体上的小锤子 两人也在争夺中意外晃出了金币 眼看锤子能爆金币 于是和珍试着再次挥动起了锤子 随着更多的金币掉落 于是和珍决定打道回府 甚至西维亚的阴影也顺带治好了 就在这时 众人遇见了克里斯 寒暄了两句过后 克里斯便匆忙离开 等到和珍想要翻找小锤子时 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了 于是和珍与阿库亚开始了彻底的摆烂生活 怎料这时有人敲响了房门 两人也是立刻将怒火发泄在老爷子身上 好在达克尼斯及时阻止了两人 也在老爷子这得到了一封信 看过信上的内容后 达克尼斯脸色大变 何珍受到了王女的邀请 于是让达克尼斯身穿女仆装附会 正当他想要拒绝时 何珍直接呵斥对方胆敢反对自己的意见 紧接着要求达克尼斯回应自己为主人 最终实在没办法的何珍只好答应了 正当会会催促两人时 何珍表示见王女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那便是来到维子的小店看看自己的杰作 形态各异的打火机 几人见状也是纷纷拿上一只 阿库亚见状也想要拿一只 何珍表示会会帮忙制作 达克尼斯帮忙介绍批发商 而你却只会在家里吃饱睡睡饱吃 想要分一只就给我去外面招揽客人 被逼及的阿库亚也是当即 控告何珍拿自己的衣服来闻 何珍直接当场射死 最后阿库亚还是来到小店外面 开始最拿手的杂技表演 路人见状纷纷砸钱表示多表演一些 维子见状开始拉拢客人到店里参观 很快巴尼尔的面具跟 打火机就成了畅销产品 作为专利费到账前的赔礼 巴尼尔送了一只黑面具给了何珍 只要在月光下戴着就能使魔力上升 因为是稀有的黑面具 所以何珍还可以跟小朋友炫耀一番 之后几人来到达克尼斯家里准备面见王女 开始为阿库亚两人挑选正装 然而阿库亚由于不够大衣服支撑不起来 而会会更是重量级 最后阿库亚与会会都 换上了一套像样的礼服 这时达克尼斯告诫 众人不能做出失礼的行为 否则有可能会掉脑袋 然而何珍坚信自己的魅力会征服王女 这直接给三人整不会了 会见王女前 达克尼斯再三叮嘱几人 只需点头附和自己就行 然而当何珍见到王女爱丽丝之后 瞬间就被对方可爱的面容所迷住 在阿库亚自我介绍之后 也是当即就想要露一首杂技 好在达克尼斯及时阻止 而另一边的会会也按不住她的中二之魂 看着爱丽丝可爱的样子 何珍感叹对方一点也不怕声 怎料下一秒爱丽丝的嘴涕就 表示不准用那种眼神看着王族 把头低下不准视线相交 赶快把冒险故事讲完就行 对爱丽丝抱有期待的何珍如今只想着回去 话音刚落 阿库亚就完成了一幅沙画 就连呆毛也一并画了出来 这给爱丽丝整害羞了 达克尼斯见状也是赶忙拉走阿库亚 殊不知看过沙画后的爱丽丝 也是赞扬阿库亚在短时间内 就能制作好一幅出色的沙画 之后就在几人用餐时 爱丽丝认出何珍就是勇者所说的那个人 所以想要听听何珍的故事 之后何珍就开始吹嘘将自己 作为诱饵打败习维亚的故事 都给一旁的达克尼斯听傻眼了 这时爱丽丝想知道何珍在 当冒险者之前从事什么工作 对于能打败勇者遇见这事 护卫想要看看和真的冒险者卡作为参考 何珍慌了 自己偷学乌妖的技能岂不是要暴露 会会见状也是帮忙打起掩护 甚至不惜让阿库亚表演杂技 试图蒙混过去 但爱丽丝认为几人在撒谎 毕竟遇见长得帅 情急之下何珍对着几人就吐槽了起来 结果却惹怒了护卫 好在达克尼斯出面拦下 这才得以平息事件 考虑到何珍几人的攻击 爱丽丝也不打算追究几人责任 紧接着便让何珍这个骗子离开 得救的何珍也是赶忙开溜 殊不知一向重视伙伴的会回去不乐意 然而最后还是放弃了 只因考虑到这样会为 达克尼斯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听到这番话的达克尼斯有些欣慰 于是希望爱丽丝收回何珍是骗子这句话 虽然她说话浮夸但并没有撒谎 虽然是罪弱职业但比人和人可靠 所以希望爱丽丝能向何珍道歉 然而爱丽丝拒绝了道歉 既然你说她没撒谎 那就让她证明是如何打赢遇见的 如果做不到那就说明她是个骗子 听到这的达克尼斯直接一个大嘴巴子过去 在挡下护卫的攻击之后 达克尼斯又安慰起了爱丽丝 表示即便何珍没有打赢遇见 也不应该被你痛骂 看着达克尼斯如此维护自己 何珍打算向众人展示 自己是如何打扮遇见的 于是她盯上了护卫的配件 事情告一段落后 达克尼斯的伤口也被阿库亚治愈好了 看着能瞬间治愈伤口的阿库亚 还有如此坚忍的达克尼斯 以及红魔族的卉卉 护卫也相信众人有能力击退魔王干部 至于何珍则是不言而喻 随后爱丽丝也向何珍道了歉 并希望何珍能继续给她讲故事 就在何珍几人送别爱丽丝时 意外却发生了 只见爱丽丝拉着何珍进了传送阵 下一秒便被传送到了王城 面对突如其来的绑架 小姐姐希望何珍能暂时充当爱丽丝的玩伴 只因达克尼斯快乐的 样子让爱丽丝感到羡慕 只要短短几天就好 看到爱丽丝可爱的模样 何珍索性答应了 之后何珍就向爱丽丝 讲述着过去曾发生过的事情 然而话音刚落 广播里就传来有魔王军来袭 然而仅仅过了两分半 魔王军就已经被冒险者平定了 这时爱丽丝希望何珍继续讲述故事 第二天就会将她送回去 因为在这里也并非很安全 想到留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 以及阿库亚三人 何珍答应了 殊不知何珍的宠溺让 爱丽丝觉得有点像她的兄长 而爱丽丝的一声声欧尼酱 让何珍很快就沉溺于其中 于是决定留在城堡当中 就当何珍悠闲地喝着咖啡时 爱丽丝找了上来 她本想好好装一波 怎料由于裤子没穿好 招来爱丽丝的嫌弃 甚至在扑街时 爱丽丝头也不回地跑了 之后何珍就是过着一边 陪爱丽丝捉迷藏 一边妨碍爱丽丝上课的生活 当爱丽丝下课之后 她希望何珍能陪她玩国际象棋 何珍却一脸认真的表示 我不会为了礼让对手就放水 输了可别哭哦 然而直到黄昏 一直连败的何珍却阴 爱丽丝的故意放水直接破防 说什么也要继续比试下去 直到晚上 何珍这才赢下一局 作为补偿 她将一只竹蜻蜓送给了爱丽丝 提议下次带着竹蜻蜓出去玩 眼看爱丽丝不为所动 何珍又表示多出去走走比较好 没准会遇到与众不同的恶魔 又或是把面包当主事的巫妖 然而爱丽丝却不相信 会真的有那样的恶魔跟巫妖 而最主要的 就是一旦去到外面 就会有骑士团出动 过了一天之后 就当和真如往常 让塞巴斯拿一杯咖啡 然后准备捉弄收拾床单的女仆时 打开房门看到达克尼斯后 直接傻眼了 阿奎亚剑撞认为魔王军干部 是一起打倒的 所以他也应该在城堡里生活 就在几人争吵时 爱丽丝闻声赶来 达克尼斯剑撞 希望爱丽丝能放和真离开 时间到了晚上 参加宴会的贵族们都 纷纷向达克尼斯提出乡请 这时曾被和真诈飞别墅的领主出现 何真以为领主仍惦记着达克尼斯 然而领主却表示 配得上达克尼斯的 只有陷入金跟魔王军 作战的杰蒂斯王子一人 眼看达克尼斯陷入困扰 看不下去的何真只好出手 事后感到有些后悔 后悔的何真来到外面吹风 然而宴会厅内传来的 欢笑声让她气得咬牙切齿 明明自己才是宴会的主角 这时爱丽丝找了上来 何真瞬间喜笑颜开 紧接着宴会厅内 阿库亚开始了她的杂技表演 爱丽丝不禁感叹明天后 这里又会变得安静 这也让何真好奇 自己是哪一点讨喜欢 爱丽丝解释既受到 大家的爱戴又什么都不怕 教自己这个王族奇怪的是 幼稚又认真想赢过我 何真猛逼了我 明明问的不是讨厌的地方 然而这恰恰是 爱丽丝喜欢的理由 之后爱丽丝又说出 想当冒险者的愿望 只因王族代代 拥有很高的魔力与素养 也因最近王都出现了 杰弗激平的义贼 所以他也想当一名盗贼 怎料何真因此深受启发 为了能继续留在城堡里生活 何真提议由他来抓住那个义贼 这给达克尼斯整傻眼了 周围的贵族 也是立马对着何真冷嘲热讽 然而一些贵族 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义贼的目标 纷纷赞成何真的想法 就在他以为计划得逞时 一旁的骑士 打算让何真到贵族家里设房 于是何真来到领主家里 当起了保安 为的就是抓住王都中出现的义贼 这也让一旁的阿库亚很是不爽 就在领主表示 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时 这一句仿佛让何真 得到永久居留许可一般 紧接着便跑去找 最大的客房住下 到了晚上 就在何真巡视房子周围时 一间突入的房间引起了他的注意 走进去才发现 领主正对着镜子坏笑 而何真很快就发现镜子中的端倪 原来这是一面能看到 隔壁浴室的双面镜 就在领主邀请何真 跟自己一起观看时 哪料何真却催促气离开 表示自己要住这里 美其明约说是要保护伙伴 就在两人发生争吵时 领主看出何真 其实跟自己一样都是老色批 于是提出一起合作 何真对此很是心动 殊不知两人的对话 都被达克尼斯给听见 最后房间直接被封上木条 由于一连几天都没有发现 异贼的踪迹 何真也逐渐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而在这天 当何真吃这午饭时 慧慧却一脸正经地表示 要不要跟我约会 何真当即就被吊成了撬嘴 却不料所谓的约会只是 陪慧慧出来释放爆裂魔法 一连几天下去 王都周围也全是核爆坑 而阿库亚也完全把自己 当成这里的主人 何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吃得太饱 睡不着的何真打算吃顿夜宵 却不料因此发现了异贼 紧接着便施展开 潜伏技能快速地接近对方 然后扑了上去 对着异贼就是一顿上下棋手 让何真想不到的是异贼 竟然是克里斯 意识到达克尼斯也在这里的 克里斯想要说出来此的原因 然而这是周围传来了脚步声 在躲过去之后 克里斯正要解释 何真直接一把捂住耳朵 表示我不想听 这怕不是要被扯进麻烦式的节奏 紧接着便催促克里斯离开 而这时达克尼斯也闻声赶来 无奈的克里斯只好作罢 临走前何真让克里斯把自己绑起来 等达克尼斯赶到时 何真谎称自己差点就抓住了盗贼 紧接着催促三人为自己松绑 然而达克尼斯却询问起了对方的长相 无奈何真只得表示 对方是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并且实力要比魔王军干部还厉害 眼看何真动不了 阿库亚也借此机会向何真坦白 表示在何真被抓走期间 自己弄坏了何真房间里很多东西 甚至在里面放了很多吃完的垃圾 虽然很想打人 但何真还是强忍着原谅了阿库亚 于是第二天众人向艾蒂斯报告了一贼一事 虽然没能抓住一贼 但好歹阻止了行窃 因此护卫认为何真已经没有理由待在城里 紧接着便催促众人离开 之后就在阿库亚打算买些特产回去时 勇者遇见找了上来 然而阿库亚早已忘记眼前的人是谁 在何真的解释 这才想起对方是魔剑持有者 话音刚落遇见就送了一只戒指给阿库亚 这让一旁的何真很是火大 然而下一秒尴尬的事情却发生了 因为这戒指实在待不下 就在当晚 克里斯找到熟睡中的何真 不等他解释上次的原因 何真就再次顾忌重拾听不见 不管克里斯怎么劝说何真就是不听 最后实在受不了的何真只好接受 原来克里斯正收集一个叫神器的超强稀有道具 而那个神器只有黑发黑眼 名字像何真一样奇怪的冒险者才能得到 这让何真意识到可能是 转生者携带的作弊道具 说把何真直接摆烂 对于潜入城堡这时 他可不想成为犯罪的帮凶 最后实在没办法的何真只好施展捆绑术 这才得以逼退克里斯 就在他打算继续睡觉时 怎料周围却响起了魔王军来袭的警报声 紧接着广播就传来高级冒险者 前去参战的请求 面对达克尼斯的参战劝说 何真是一万个不愿意 广播里说的可是高级冒险者 自己勉强也只能算终极 即便自己不去也能轻松打赢吧 最后无奈的达克尼斯 只好打算拉着阿库亚去参战 毕竟会治愈魔法的只有他一个 跟只想摆烂的阿库亚不一样的事 慧慧却打算趁着人多之前 使用爆裂魔法将对方一网打尽 无奈的达克尼斯 只能再次求助于何真 就在何真被几人吵得睡不着觉时 他突然想到可以趁此 机会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没准就能重新回到城堡里生活 再加上王斗里有着 许多挂逼冒险者想书都难 然而却被告之 由于等级不过三十级无法参与 但好在有克兰儿替他解了围 毕竟何真也曾有过 解决掉魔王军干部的战绩 就在他打算在爱丽丝面前好好装一波时 阿库亚却认为到最后一定会出幺蛾子 比方说某个脑袋有问题的人使用爆裂魔法 又或者脑袋里全是肌肉的人在召集怪物 然而何真却一点也不慌 认为对方只不过是以数量取胜的杂鱼罢了 当众人与魔王军展开大战时 何真都无语死了 你好歹是个女神 居然被象征小喽喽的狗头人打倒 阿库亚也被何真这一句给激发起了斗志 紧接着便冲向了怪堆之中 上去就是一顿神之晚歌 就在这时一旁的狗头人 吸引了何真的注意力 也是当即就追了上去 就这样何真再一次来到了神秘空间 并见到了爱丽丝女神 而开口的一句话便是让何 真不可以对其他人性骚扰 只因前几天就看到何真 对着自己的信徒上下其手 何真健壮立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狡辩 解释说误以为对方是男人 眼看爱丽丝就要被气哭 何真只好跪地道歉 因为实在不想遭到爱丽丝的讨厌 之后爱丽丝拜托了何真一件事 那便是帮忙回收神器 等到再次醒来时 只见阿库亚贴脸嘲讽起何真被狗头人干掉 而此时的魔王军也已经被收拾干净 让何真感到头痛的是 阿库亚并不清楚自己 赐给转生者的神器去哪了 而需要寻找的第一个神器 是一个能够随即召唤怪物的神器 想要操纵怪物则需要付出代价 另一个神器便是能与别人互换身体的神器 但这东西有时间限制 就在这时 得知何真复活的达克尼斯 也是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怎料却被突然冲出的士兵给拦住了 只因达克尼斯冲进 魔王军的样子实在太帅了 紧接着就被众人给抬走 然而刚抬走一个这回又抬过来了一位 由于惠惠的爆裂魔法消灭大量魔王军 也是因此收获了不少小谜地 就在他吹嘘自己时 一旁的士兵也是想要见识其他的上进魔法 指挥爆裂魔法的惠惠之后 以魔力用光为由给拒绝了 之后当两人回到城堡后 爱丽丝找了上来 表示何真原先的房间仍保持着原样 当惠惠躺下去后 他也似乎理解何真 为何死活不愿回去的原因 但比起这里他更喜欢 四人在阿克塞尔一起完成任务的生活 话音刚落 爱丽丝就为何真带来了个坏消息 那便是克莱尔拒绝何真待在城堡中 就在这时 惠惠发现了爱丽丝身上 正戴着超强的魔法道具 只因他从那条项链中 感受到了庞大的魔力 爱丽丝解释这是别人 献给杰蒂斯皇兄的东西 而现在由他暂为保管 就在惠惠好奇项链能否毁灭世界时 爱丽丝想起上面刻有文字 然而何真一眼就认出上面的是日文 随即就念出了上面的文字 只见项链发出一阵光芒 等光芒消失之后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之后尽管何真再次念出秘语 但两人依旧是没有变回来 就在这时 何真想起爱丽丝提到过的 互换身体的神器 所以他俩只需撑到时间限制 就能恢复原状 这时爱丽丝提出了 想要到城外的想法 而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了 惠惠的头上 只是现在何真的身体装着 爱丽丝的灵魂让他有点受不了 之后当何真巡视起城堡时 这种感觉让他很是上头 看着眼前的爱丽丝 这让克莱儿误以为 被何真灌输了奇奇怪怪的知识 这时御剑找了上来 由于先前的讨伐战中表现出色 因此御剑想要在爱丽丝面前 好好装一波 然而何真下一秒便命令 克莱儿除死眼前的男人 不等两人搞清楚状况 何真便催促着御剑快滚 等到御剑走后 何真向克莱儿表示 是想要好好慰劳达克尼斯 在得知对方如今正在洗澡后 何真提出想要帮达克尼斯 以及克莱儿搓背 克莱儿一听也是当场答应 表情更是变成痴汗脸 当何真赶来时 却发现达克尼斯已经洗完了 在说明原由后 不明真相的达克尼斯 为了不辜负爱丽丝的好意 决定再洗一遍 就在何真准备与达克尼斯共浴时 却不料这时与爱丽丝的灵魂换了回来 随即遭到了一群混混的追杀 事后得知来龙去脉的阿库亚 也忍不住吐槽何真是笨蛋 让何真更难受的是爱丽丝生气了 感到自闭的她 只好回到旅馆埋头痛哭 怎料这时窗外有东西砸来 来人正是克里斯 此次前来也是为了神器一事 何真随即表示城堡中 就有能互换身体的神器 然而克里斯却表示 如果在交换身体期间其中一人死亡 那么就无法恢复原状 而根据使用方式 甚至能让人获得永生 得知这一消息的何真想要上报 但却被克里斯给打断了 只因这一消息被传开 全国的贵族都会来抢神器 随即提议何真现在就去偷回来 就这样两人换上了一身黑丝装扮 来到了城堡 何真也换上巴尼尔赠送的稀有面具 怎料出发前克里斯的 一句刨腿小弟引得何真不满 为了摆脱刨腿小弟这个外号 何真提议用猜拳来决出胜负 之后两人很顺利就潜入到了城堡 无奈卫兵实在太多 敢知道卫兵的何真打算先躲躲 但无意间触碰到克里斯欧派后 何真立马化身鬼畜 开始找各种理由硬蹭 殊不知两人的争吵已经引来了卫兵 两人当即展开逃亡 利用兵魔法甩掉一批卫兵后 克里斯也是赶忙封住了后路 殊不知这一操作也是封住了自己的后路 只因克兰就在两人前方 克里斯本打算利用天窗逃走 然而何真希望今天就能解决掉 只因自己明天就要被赶出王东 想到过去与爱丽丝相处的时光 何真决定拿出真本事 利用身法轻松躲开克兰后 紧接着就开始吸取了对方的魔力 莱因剑壮想要施展魔法 却不料被克里斯直接打断了施法 就在这时 两人身后传来御剑的声音 只见何真施展出窃取的施法动作 这让曾着了到的御剑有所防备 为此也是做好了对策 让他没想到的是 何真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背上的魔剑 将地面冻住之后 毫无防备的御剑随即滑倒在地上 紧接着施展水魔法 这一操作直接惊呆身后三人 等克莱尔赶到时御剑已经不成人形 趁着就职御剑的空隙 两人也是赶忙逃往爱丽丝的房间 这时爱丽丝也闻声赶来 就在会会打算装一波帅时 却被何真脸上的面具直接给吸引住 何真也不多废话 直接将两人给捆绑住 这反而让达克尼斯给爽到 怎料下一秒阿库亚就为两人结绑了 然而这还没完 御剑也在这时赶来 无奈的两人只得强行突破 好在达克尼斯有着攻击 百分百miss的设定 两人成功来到爱丽丝 面前并同时施展开窃取 得手后两人随即跳窗而逃 事后认出两人的达克尼斯前来问罪 在解释来龙去脉后 他询问是否有其他事情隐瞒时 只见何真掏出爱丽丝 身上那没带带相传的戒指 达克尼斯见状却是一脸严肃 随即让何真好好保管 不能让其他人发现 之后就带着进入坟墓 何真本打算以捡到为由将它归还 达克尼斯却解释戒指 只有决定婚约者才能拿下来 即便好心送回也会被杀掉 意识到严重性的何真只好默默收下 到了第二天 达克尼斯向爱丽丝上报了项链是神器事 但并没有戳穿何真就是小偷 爱丽丝也意识到两个异贼是在救自己 克兰儿更是夸赞两人了不起 听到这的何真有点飘了 一旁的卉卉也是崇拜的不行 这使得何真打算自曝自己就是异贼 零分别前 爱丽丝表示有个愿望 不等她把话说完 达克尼斯就站了出来 表示何真某天说不定会打败魔王 所以希望何真说些勉励的话 得知何真要去打败魔王 爱丽丝也是立马说起鼓励的话语 然而这让一旁的卉卉很是吃醋 两人随即发生争吵 甚至要打算较量一番 到了最后 爱丽丝也说出了她的愿望 等众人回去以后 何真怒斥达克尼斯在关键时刻打断 表示爱丽丝的愿望 没准是跟自己在一起 实际上的爱丽丝早已察觉 一贼就是何真 而那枚戒指则有个规定 那就是打倒魔王的勇者 能得到迎娶王女的权利 此时的爱丽丝希望何 真能好好珍惜那枚戒指 另一边两人回到家后 却看到了让人傻眼的一幕 在慧慧的解释下 两人才明白达克尼斯这时 在为参加忍耐大赛做准备 为了不让家里的老父亲 担心因此来到这里进行练习 就在达克尼斯想要结榜时 何真突然想到这场景似曾相识 因此 他决定要把忍受的全都还回去 在教训完达克尼斯后 阿库亚腿上的蛋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对方解释这是一颗龙蛋 而这颗龙蛋则是几天前 在一个老头手上买下的 到了第二天 在三人出门办事后 慧慧则留在家里复旦 然而阿库亚只想着赶紧回去 随后三人便来到维兹的魔法店 领取了属于何真的专利费用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来到这里的阿库亚也是与巴尼尔吵个不停 但巴尼尔却害怕阿库亚 吵醒连续熬夜的维兹 解释因为维兹一旦闲下来 就会做些多余的事情 因此让维兹每天工作24小时 持续了两周 直到这天维兹封掉以后才让休息 就在这时 能看透人心的巴尼尔发现 达克尼斯每晚都在做奇怪的事情 也在这时拥有预见能力的他 发现达克尼斯出现了毁灭的面相 碍于阿库亚在附近很难看清未来 作为让这里生意火爆的回礼 巴尼尔决定为达克尼斯仔细占卜一番 紧接着巴尼尔询问达克尼斯 最近一直在给盔甲减重是为何 达克尼斯解释因为自身很笨拙 因此给盔甲减重是为了更容易攻击到敌人 这样的回答让何真两人意想不到 然而巴尼尔清楚这只不过是在撒谎 眼看被识破达克尼斯只好 解释因为最近肌肉越来越明显 因此才想要给盔甲减重 紧接着巴尼尔又询问起江卉卉的衣服 拿起来对比是怎么回事 明明嘴上说着不合适却 对着镜子歪着头露出微笑 感到射死的达克尼斯解释 因为可爱的衣服不合适自己 然而此刻的达克尼斯早已万念俱灰 怎料巴尼尔却选择火上浇油 很快巴尼尔根据水晶球上发现 达克尼斯的家以及其 父亲接下来可能会遭遇不幸 对此他却什么都做不了 得知占卜结果后达克尼斯却是脸平静 坦言自己只信占卜结果的一半 等达克尼斯离开后 巴尼尔却告诉何真虽然 那个女孩什么都做不了 但或许你能改变 过了几天之后 这天达克尼斯嚷嚷着要去讨伐怪物 而这次任务则是 重量级悬赏的怪物多头水蛇 然而实现财富自由的何真只想着躺平 实在没办法的达克 尼斯表示只要讨伐成功后 那么就能得到他的一个吻 何真傻眼了 当即选择驳回 谁会为了区区一个吻而赌上性命啊 随即何真就像斗之柱 吐槽起了这件事 破防的达克尼斯想要动手 但悬着的手臂最终还是放了下来 紧接着来到何真身前 当众人来到任务地点后 得知讨伐多头水蛇的阿枯亚却不乐意 让他最不能接受的 则是将龙蛋放在维兹殿里 只因龙蛋在龙母怀中越久 魔力就会越高 本想着孵化成神圣的白龙 这下没准会孵化成黑龙 在何真的催促下 想着早点回去的阿枯亚 只好下水进行水质净化 不到一会水质 就被阿枯亚给净化干净 并且在水上睡了起来 殊不知这时水下的多头蛇 却醒了过来 感受到庞大魔力的惠惠 也是赶忙劝离阿枯亚 但终究是晚了一步 只见多头水蛇露出水面 阿枯亚也被带到了半空中 而何真再再再一次死掉 就连厄里斯也不禁发出吐槽太丢脸了 不等两人继续多说两句 何真就被阿枯亚复活了 当几人回到小镇上以后 阿枯亚跟惠惠也是赶忙奔向工会 想着即便没有击杀水蛇 将其打跑或许也能得到一笔钱 之后当何真回到家洗漱时 他却惊讶地发现小何真居然变小了 也在这时达克尼斯找了 上来为此次事件道了歉 对此何真不以为然 而达克尼斯支支吾吾的样子 让何真发现背后一定有 非打倒水蛇不可的理由 被识破的达克尼斯连忙谎称说 保护人民是达斯提尼斯家族的使命 之后当何真两人来到工会时 只见惠惠跟阿枯亚被冒险者们团团围住 怒斥两人不该惹怒水蛇 在前台小姐姐这了解后才知道 原来是两名盗贼潜入了王城盗走了宝物 因此派出骑士团捉拿两名盗贼 看着自己的悬赏令和真人都傻了 这时小姐姐告诉众人 骑士团专门请了红魔族的占卜师进行占卜 而价值两亿的悬赏目标就在小镇上 听到两亿这个数目后 众人也是立马来了兴致 只要将盗贼抓住 骑士团就会来到这里顺带讨伐水蛇 而抓住盗贼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和真身上 对此和真索性躲在家里不出门 就在这时惠惠想到了讨伐水蛇的办法 那便是像激动药塞战意识一样 由和真吸收阿库亚的魔力 接着再输送给惠惠 这当即就遭到阿库亚的反对 只因他那神圣的魔力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给任何人 这也让和真好奇惠惠 为何这么执着于讨伐水蛇 而惠惠在和真躲在家里这段时间也没闲着 每天与达克尼斯找到水蛇放完荷包就跑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这天放荷包的达克尼斯险些被水蛇吃下 等到洗漱完以后 只见和真在修补着铠甲 这让达克尼斯想起众人曾去泡温泉时 和真就在途中修补过一次 这让他有了想跟几人再泡一次温泉的想法 这当即就遭到和真的拒绝 只因那里都是些怪异的人 听到自己的信徒被说坏话 阿库亚也是不乐意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清晨 醒来的惠惠发现达克尼斯不见了 推测对方可能去讨伐水蛇去了 无奈的和真只好让阿库亚两人 先去拖住达克尼斯 自己则是到工会喊人 殊不知阿库亚两人的体重 根本无法阻挡达克尼斯 面对如此执着的达克尼斯 惠惠想要知道理由 怎料话音刚落身后就有大量冒险者赶来 而他们都是前来帮忙对付水蛇的 很快众人来到了湖边 在阿库亚为众人施加buff的时间 盗贼们已经编织出大量绳子 并且法师们也在为爆裂魔法注入魔力 很快水蛇出现在众人视线当中 随着和真一声令下 盗贼们纷纷将绳子扭成一条 而身后绑着的铁球也被带飞出去 紧接着水蛇就被牢牢地捆绑住 众人见状连忙发射钩肘 想要将水蛇固定在岸边上 随后和真又将自己发射出去 只是这力度大了点 直接越过头顶飞到了尾巴 但这并不妨碍和真施展生命吸收 在众人的合力下 被削弱的水蛇直接被拉了上岸 然而不等和真高兴两秒半 下一秒水蛇便翻了个身 直接将和真掀了下去 好在达克尼斯及时出手挡下 并无大碍的和真 只得继续施展生命吸收 怎料支撑不到两分半的 达克尼斯却要支撑不住 这引得和真吐槽平时派不上用场 好不容易大展身手 结果却这么轻易就完事了 在达克尼斯强大力量 以及和真的生命吸收加急下 水蛇终于倒了下来 黄毛健壮想要上去补刀独吞悬赏金 事件告一段落后时 众人也回到工会举行庆功宴 等和真三人晚上回到家以后 却发现达克尼斯并不在家 而桌上却留了一封信 信上内容则是达克尼斯想要退出队伍 由于达克尼斯退出了队伍 因此和真三人来到 达克尼斯家门前进行抗议 但却被管家告知达克尼斯不想见任何人 阿库亚健壮想要贿赂 但管家根本不吃这一套 而三人的抗议声也引来了卫兵 无奈的和真只好按照达克尼斯的意思 重新招募队友 然而这引起了卉卉的不满 于是在招募队友的时候 自称是脑袋有问题的暴裂女孩 洛人也是被吓得仓皇逃窜 计划得逞的卉卉提议今天先回去 话音刚落黄毛就找了上来 和真认出了对方正式讨伐 水蛇时想要抢人头的家伙 在对方的解释下 和真这才得知原来黄毛的 队友林恩很有可能被男人给骗了 在黄毛的带领下两人 来到了林恩进出的旅馆 并在其隔壁房间进行监听 贵族的一番话影的黄毛很是不满 于是趁着林恩两人离开 房间的空隙来到房间当中 并见到了摆放在床上的衣物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黄毛 当即就穿上衣物 势必要让相机内充满他的照片 从而让贵族留下阴影 和真的一顿操作下 不一会相机内就拍满了 而林恩也在这时折返了回来 两人也因此被教训了一顿 将黄毛交由贵族处置后 林恩便带着和真离开 来到外面后林恩这才道出真相 原来贵族喜欢的是黄毛 他本想推脱掉 但如今黄毛无异于是自投罗网 话音刚落旅馆内就传来黄毛的惨叫声 说到贵族林恩突然 想起来同为贵族的达克尼斯 似乎近期就要嫁给领主达普 得知这一消息的和真 立刻就转告给阿库亚两人 于是当晚就打算潜入达克尼斯家里 很快和真便潜入到厨房当中 就在他思考如何潜入到达克尼斯房间时 突然灵光一闪想要试试模仿声音 却发现模仿的非常相像 就连达克尼斯的声音也不在话下 之后和真就找到达克尼斯 利用变身谎称说有个叫和真的男人 要泄露你羞耻的秘密 达克尼斯对此却不以为然 直到和真说出达克尼斯 每一夜都按捺不住身体 这才逼得达克尼斯现身 将达克尼斯制服后 刚想要松手达克尼斯就开始大喊 这直接引来了大批卫兵 等卫兵走后 达克尼斯想到以后要被家里人 成为变态就感到一阵兴奋 之后在一番询问下 和真这才得知原来达克尼斯 家向达普借了很多钱 也才明白为何达克尼斯 这么执着于打倒水蛇 于是他提出可以帮忙偿还债务 但却被达克尼斯拒绝了 只因身为贵族的他不能拿寿 自己保护的庶民的钱拿来偿还债务 也在这时 达克尼斯认为与其被打普夺走身体 反而更希望与和真接触 瞬间达克尼斯就想要叨了和真 两人的吵闹声也引来了卫兵 和真本想故技重施 但却被达克尼斯拆穿是在模仿生意 面对赶来的卫兵 和真情急之下利用魔法吹起了大量沙子 在侥幸逃脱后正打算利用窗户翻走时 在这房间里遇见了达克尼斯的父亲 对方也认出和真是女儿的伙伴 于是提出和真与其女儿私奔的想法 眼看老丈人不舒服 和真表示他对里就有 一名大祭司可以帮忙治疗 然而老丈人却解释恢复魔法无法治愈疾病 也无法用复活让因病而死的人复活 话音刚落达克尼斯就找到了这里 和真本打算劝说与大伙一起逃走 然而达克尼斯心意已决 说到这和真也不打算再管下去 表示想要我就你随时来宅底向我道歉 怎料窗户质量实在太好 没能撞破地和真连人带窗户一起掉了下去 自从吃别后和真索性埋头 在家里捣鼓起泡泡纸的砖利 然而直到这天达克尼斯家的管家找了上门 并递来了一封信 和真本以为达克尼斯回心转意了 却没想到这净是惠惠 寄去达克尼斯家的恐吓信 信上惠惠谎称称小镇出现了一位魔王军干部 并于婚礼当天发动恐怖袭击 如果不取消就会遭到爆裂魔法的攻击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天阿奎亚来到达克尼斯 家门前开始表演起了杂技 试图用这种方式引出达克尼斯 无奈的和真只得劝说惠惠 不要给达斯提尼斯家族添麻烦 这直接引得惠惠的不满 大骂和真似的丢下伙伴的冷血家伙 眼看和真无动于衷 惠惠只好换种方式 很快到了达克尼斯举行婚礼的当天 不死心的惠惠想要拉上和真一起毁掉婚礼 但和真一口就回绝了 这让惠惠不禁发问难道你就无所谓吗 然而事实上的和真却是很在意的 只因她发现达普惠 不择手段得到看上的女人 完腻之后就会将其抛弃 但无奈于没有关键性的证据 再加上这个是贵族间的婚礼 戒备之森言想要靠近更是难上加难 而他们本就是地位悬殊 能一起冒险到现在就好比奇迹 了解到和真为此付出了不少后 惠惠也不再打算过多纠缠 随即离开了这里 怎料惠惠前脚刚离开巴尼尔就来到了这里 而她此次前来是为了帮助和真以及查看专利 然而和真却闹着要跟维兹谈生意 巴尼尔直接给回绝了 紧接着讲述起维兹打算向 冒险者情侣推销项链的事情 至于推销的项链也并非是普通的项链 而是会在穿戴者受到 重伤时发生爆炸的项链 在检查过专利以后 巴尼尔拿出了一袋子金币 表示要用这一袋钱 换取和真所有的智慧产权 而这一袋钱则会实现她的愿望 不等和真发问 能够看透人心的巴尼尔便 抢先说出了和真想要问的问题 等管家走后巴尼尔恢复了原样 随后便说出了事情的导火索 正是和真打倒的机动要塞 虽然这座小镇避免了被毁灭的下场 但途中经过的农田却遭到了各种摧残 失去一切的农民只得求助于达普 但结果只得到达普的一顿冷嘲热讽 无奈的人们只能向达斯提尼斯家族求助 再加上之前阿库亚引发的洪水 导致的建筑损坏 为了弥补损坏达斯提尼斯 家族因此失去了一半的财产 而为了帮助农民达斯提尼斯家族 因此向达普借钱 并且对方还提出了附加条件 了解到真相后的和真勃然大怒 在得知所拥有的财产以及 包里的钱刚好够债款金额后 何真果断同意了与巴尼尔的交易 到了婚礼上 负责主持的祭司询问达克尼斯 是否愿意嫁给眼前这个 长得熊和珠合体的大叔 就在众人都一脸错愕时 达普认出了眼前的祭司就是阿库亚 然而下一秒何真便冲了出来 一把牵起达克尼斯要离开了这里 达普见状说出了20亿欠款一事 表示想要这个女人就拿钱来 然而何真对此早有准备 只见她来到一旁的柱子边上 紧接着开始推倒花瓶 而随着花瓶被砸碎大量金币掉落在地上 周围的吃瓜群众见状纷纷上前哄抢 达克尼斯想要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来的 何真只好说出她将知识产权全卖了 再加上之前存下的正好20亿 得之后的达克尼斯刚想要责备 何真便打断了发话 何真人傻了 没想到这番话却刚好戳中了达克尼斯 就在达普抢金币的空隙 何真连忙带着达克尼斯离开 这不禁让阿库亚发出吐槽 明明只是还自己欠下的债务 却向买下达克尼斯 话音刚落大批卫兵赶了过来 紧接着达克尼斯打算豁出去 将裙子撕烂后便冲向了卫兵 一个人就把整个队伍个拦下 这时达普命令起卫兵帮忙捡金币 何真三人这才得以开溜 怎料这时一名身形庞大的卫兵 却跳了出来将三人拦住 并且身后也有追兵赶来 眼看着走投无路 怎料下一秒一道雷电从天而降 会施展出爆裂魔法 于是令人前去抓住 然而此时的卫会仿佛受到挑衅一般 紧接着便施展开爆裂魔法 等几人重聚以后 达普呼喊起周围看戏的冒险者 表示只要将他的新娘给抢回来 就能得到丰厚的酬劳 结果在场的无疑人理会 有的开始玩起了游戏 有的却在观摩打火机 原来大伙都想要帮助达克尼斯 然而这时又有追兵赶来 更为严重的是此时的卫会 再也维持不住爆裂魔法 随时都有可能释放 好在最后爆裂魔法在半空释放出来 让阿库亚三人没想到的是 何真直接被吓得 躲在自己要救的人身后 随后几人接着跑路 于是达普下令让卫兵前去抓捕 就在阿库亚快要掉链子的时候 冒险者们再次站了出来 纷纷开始碰瓷卫兵 很快双方便扭打在了一起 就这样在冒险者们的 帮助下和真几人顺利逃脱 之后便回到了达克尼斯家里 虽然和真嘴上说着不要 但心里却默默打算好好照顾达克尼斯 就在达克尼斯不舍的 跟岳父做最后的道别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而在另一边 达普正欺负着一只名为麦克斯的恶魔 这时麦克斯发现自己施加在 岳父身上的诅咒似乎解开了 为了能得到达克尼斯 达普下令让麦克斯发动能力扭曲真实 然而麦克斯表示没办法 得之后达普命令麦克斯 将达克尼斯带到面前来 这样一来他就会支付代价 怎料话音刚落门外 就传来达克尼斯的声音 以为愿望成真的达普 一把抱住了达克尼斯 却殊不知 这只不过是巴尼尔幻化而成的 而此次前来是为了将麦克斯带回地狱 然而达普并不打算 这么轻易放走自己的仆人 听到这的巴尼尔有些愤怒 跟自己同为地狱公爵的麦克斯 竟被当作仆人 直言你只是运气好 要是召唤出别的恶魔 肯定当场被碎尸万段 临走前麦克斯想要达普支付代价 就在达普不耐烦地答应时 然而下一秒手臂就被折断 只因绝望的负面情绪是麦克斯的最爱 很快达普失踪的消息就传到了何真这里 意识到不用跑路的何真 三人随即转身回到屋内 却在这时发现达克尼斯愣在原地 他为之前做的任性是向三人道歉 但三人对此并不在意 在得知达普财产被没收 以及那二十亿还能要回来后 何真直接人麻了 瞬间有了白捡二十亿的感觉 就这样达克尼斯重新回到何真小队当中 也在之后阿库亚得知 何真曾夜访过达克尼斯 以及达克尼斯引诱何真一事 让何真在意的是这里 都是怎么办理结婚登记 就在阿库亚讲述流程的时候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